哈囉大家好,我是平平百姓 現在我在這邊的示範關卡是這個 光源溪 生活 是 一開始系列重置,所以我們技能直接開下去 然後下一關要有個光強化符石 所以這個首播的話我先做個講光強化出來再說 光強化水火盾 所以你要有光強化符石跟水光符石 難度是在於每一次你都要做出光強化符石 主要是這個 所以我做一樣這個做一個全體攻擊的動作 不要斷水火 哇這個枕頭掉下來是蠻多的 欸非常好,一波就滾,一帶走 好那這一關是越攻越強齁,所以 用力打他吧 不然你就要GG了齁 好,盡全力打就對了,你能轉多高康就多高康 這個就不解釋了齁 可怕的威力齁 非常軟 非常軟 好,右邊剛剛做一個跌柱,是斜轉的時候是屬於失敗的狀況 不過 沒差我們還是要進全力打齁 齁,用他這個高 光蘭西的高弱租率齁 盡量摧 盡量摧啦齁 不然我也沒折了齁 齁 齁,因為他天降夠給力齁 你就K的過 不給力,你就再來一場吧 加油加油 應該沒問題齁 看起來這個COMBO數有夠 看起來還蠻順齁 左邊做了一個蝴蝶珠 可是好像沒有增加天降的一個狀態 這邊再疊 這邊再疊 再疊 再疊 鞋轉沒有到 疊越多弱租的次數就會 就會增加齁 這個機率就會提高了齁 齁,沒關係 就算轉的不是很少的那一坑 我們一樣可以 怎麼樣 K 喔 OK,以上是這個攻擊昇華式的關卡示範 謝謝大家 掰掰